没想到你们还敢来 宗主长剑之上散发着炽热的赤龙身形 滔天的气势从神门殿中奔涌而出 相识多年我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堂堂的神门宗主也是贪生怕死之辈呢 敢如我宗主受死 暴躁的六门门主早已经被这灰红的震颤吸引而来 此时听到他们竟然当着神门众弟子的面侮辱宗主 心中无尽怒火燃烧 虚空之中抡出一柄巨大的战锤 以摧枯拉朽之势轰击向了那蓝紫色的男女 肆虐无限的虚空声势震天动地 气息浓郁的战锤裹挟着无上的轰天之势 与那两团蓝紫色光芒撞击在一起 整个虚空如同火烧云一般翻滚 就凭你们 那男子不屑地说道 手掌在此刚刚扬起 更为浓郁的湛蓝元气 已经顺着那光波持续而来 六位门主之前与夜晨憨战之下 被轮回之主虚影重伤 此时的战锤之威早就没有了之前的暴力与强悍 一道极为华丽的巨大龙林光照 带着赤龙的神威横挡在六位门主的身前 替他们挡下来那男子的追加一击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下去 宗主面色冷峻 反手已经用龙林光照 将那六位长老强行推离战局 长老 六门主实力固然强 但双方交手之下已经感受到那一男一女实力之强 只有阴阳长老还能够与之勉强抗衡 白长老的脸上却露出了犹豫之色 如不是之前与夜晨一战 耗费了巨大元气 此时也能够有一战之力 黑长老没有说话 背着手看着宗主那决然的身影 目光中也是满满的担忧 六门主知道阴阳长老也是无能为力 此时他们就算是勉强参战 也不过是给宗主额外的增加负担 夜晨拉着张若玲站在神门殿门口 目光紧张地观望着战局 关于道无疆的消息 即使宗主不知道 那这两个人是否知道呢 天邪宫的杂碎 也敢来我神门捣乱 就别回去了 宗主的长剑中赤龙惯日 劈出漫天彩霞 同时蕴含着无限恐怖的法则之力 疲天盖地的龙吟之声 陡然升空 声威无限 张牙无爪 息雷拍电 迅猛而磅礴地呼啸而去 那男女护身的光照 未经许可卜打承 未经许可卧 承订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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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